一斤面酒凉水 这样做出来的发面板的韭菜盒子太好吃了 不用擀面不揉面 直接包上韭菜馅 拉一拉就好了 外焦里嫩放凉了也不硬 做法一看就会 选堆酵母很重要 500克面粉加2克盐 再加5克这种高活性酵母 发酵快 口感好更加喧软 搅匀后再倒入450克温水 搅拌成面糊状 随便加一点食用油 搅匀后蒙上保鲜膜 夏天醒发半小时 冬天需要醒发一个小时 韭菜洗净了切成末 加入碗中 先加油 再加盐 这个顺序不能变 韭菜不会出水 倒入炒好的鸡蛋 加虾仁 搅匀备用 这个面发酵得就很好 油两倍大了 手上沾点油 捧起面糊摊开一点 再加一勺调好的鸡蛋韭菜馅 用另一只手覆盖一下 放入锅内煎 锅内可以少加点油 一直把底面煎定型了 可以稍微整下型 一直把两面煎到微黄就可以出锅了 撕开一个给你看看 是不是看饿了 快给孩子做起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